哈喽,我是你们最爱的摄影博主季老师 从东北回来快两周了 我朋友都喊我出一下长白山的旅行攻略 其实我感觉每个人旅行都不一样 因为你的兴趣点不一样 比如说有人喜欢去吃好吃的 有人是专门喜欢摄影才出去旅行 但是这一次出去玩 真的江州户的朋友都太想看一下东北那边的雪景 所以我想就给身边的朋友专门出一起 别太感动哦 回过来我们继续讲东北这个长白山之行 首先呢,讲一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就是本次出行 去了多少天花了多少钱 掐头去了也就完了四天 机票的话来回是一千出头一点 租车加门票还有吃住 一共花了两千九不到 那整趟出行的话四千块左右吧 第二件事情呢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东北到底冷不冷 东北真的太冷 每一天都冷得让我崩溃 就是室内当然很暖和 雪糕耶 但是你在路上的时候 因为我们先到的是长春嘛 计划的是租车去长白山玩 我去长白山感受了那边的刺骨寒冷之后 我以为我什么冷都不怕了 从长白山再开车去沿边玩 沿边相对于比较温暖一点之后 我们再开车回长春 我们走的高速一路上都可以看附近的风景变化 本来是沿边那边都没有积雪了 往长春方向开的话 慢慢慢慢路上又开始有很多白颜色出现了 反正每天推开车门推开房门 都是窒息的寒冷 好冷啊 天哪好冷啊 到天池啦 好冷 好冷啊 哇 这些树好冷啊 哇 我好怕摔啊 哈哈哈哈 因为我去过很多很冷的地方嘛 就比如说冬天的贝吉尔湖 都是零下二十度三十度这个样子 我觉得还挺像的 那个时候去冰岛以为也会非常冷嘛 因为那个地理位置就感觉很 但其实它那边就零下十度左右 去东北的话我们到底要带哪些保暖措施 然后必带的东西我觉得就避开那些华而不实的吧 是什么样的勇士 很多东西就是看着很温暖 很好看 带过去之后就发现根本就不能用 我可以给大家分享几个保命的温暖的东西 真的想死 我不搞成这样根本就没法没法上山 那衣服都穿了两半的也 你看后我已经裹在头上 不然那个额头吹的冻死了 因为我戴了手套 戴手套的话在户外这样拿着相机拍的话 就不会觉得很冷 其实去很冷的地方相机很少会掏出来 因为穿的鼓鼓囊囊的 然后包里一堆东西就拿相机很不方便 大多数时候我在记录一些有意思的东西都是靠手机 在这边可以分享三件手机拍的比较有意思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刚到长春的时候 给了我们一个很震撼的视觉效果 就是路边的路牌都冻成这样了 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小伙伴们都很喜欢喝咖啡嘛 然后我们住的地方呢是在山里面 附近什么都没有 朋友就拿出了带的咖啡包 然后在房间里找到了几个红酒杯 然后做了好喝的手冲 我觉得还挺搞笑的 第三件事情呢就是我发现东北的一些菜馆特别热情 还有那种表演节目 我们在外面冻半死进去吃饭 饭店里的气氛一下子就把我们点燃了 第四个给大家分享的就是这趟旅行 我最喜欢的一组照片 其实我感觉有好几组我都挺喜欢的 先给大家分享一组 就是我朋友拿拍立德拍的 这趟旅行的就是我在东北吃到的好吃的 就是我对那里的美食印象特别好 是 是 因为你是我的berry 太甜蜜就像吃了 candy 不停的下沉令我falling falling falling down 不停的callin' callin' 那寒假马上就要来了 大家可以计划一下去长白山看看那里的雪景 我感觉这期的攻略已经说得很详细了吧 不知道有没有给到你们一些好的建议呢 喜欢这期视频的呢 希望大家都给我点赞 我准备开始整下一个视频了 至于是教程还是 在这期视频里面有点准备的